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Crypto直播 今天是我們的第445集 那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Mericircle的這個打金工會 然後他如何在過去的半年內 運用他的這個資金 還有他投資的項目和孵化的項目 然後改變了他很多的代幣經濟模型 所以今天這一集 我們比較是去深入地去探討 一個項目應該要如何去管理他的資產 我們之前常講到代幣經濟模型 或是講到這個項目的遊戲的這個運作的方式 或是講到像DeFi 如何應該要改變他代幣的釋放速度這些的 但其實我們很少去探討到 就是一個項目就是從他在初期的階段 到他完成募資 他到底應該要募多少錢 然後這些資金到底應該要怎麼樣使用 最後我們會講到 因為最近Mericircle有一個proposal 他是講到要透過投票把早期投資者給踢出去 那這個的合理性是不是妥當的 這我們也會討論到 好 那在這邊開始之前我要提醒大家 加密貨幣投資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 就絕對不要碰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it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好 在開始之前我們先看一下這篇文章 大家應該有看到就是這幾天我有po一個 就是關於YC的這個文章 那YC呢 基本上發了一篇email出去 然後呢就是給他們的這個公司 因為YC本身算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孵化器 和這個早期的投資者叫Y Combinator 對 那Y Combinator呢 他們底下就是有上千家公司 不管是在他們孵化器裡面 或是單純用他們辦公室 就是他們下面很多partner 然後投了很多公司 那這些公司加起來的融資金額也非常非常高 然後他們最近就寄了這封信 那之前他寄這封信的時候 是好像在更早之前 像2017年或是像是這個2008年的時候 對 那基本上他這邊就講到 就是說投資者會開始縮緊他的投資 那可能你還是會有很多會議 可是這些會議可能都沒什麼用 因為投資者可能終究是不會投的 因為大家覺得就是市場會越來越窮 那這其實對於散戶來講也很重要 因為基本上一級市場不再投資的話 就不會有新的項目進來 沒有新的項目進來 其實就可能會沒有辦法吸引到新的一些用戶進來 我們可以看到說如果沒有像OpenSea 沒有Oneinch 沒有Parashaw 沒有Curve 沒有很多這些早期的這些項目的話 那可能現在就不會有DeFi 所以市場是需要很多新項目進來的 很多新的想法 那這就跟VC很有關聯 就是Venture Capitalist在一個新創和新的市場裡面 是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他們勇於創新 勇於去投資這些創新的議題 跟我們看的傳統投資非常不一樣 但這也是創造出一個新問題 因為從去年開始 應該說前年 2020年 大部分項目最低的估值 基本上都在800跟1000萬美金左右 這已經是最低最低了 就根本沒有看過更低 那這其實是非常可怕的 因為通常新創的估值大概是在兩三百萬左右 除非你的議題和你有一個特殊的技術 可以把它推高 但是呢推高其實 惡意的推高 其實最主要是跟出廠的價值有關聯 或是呢 在Equity Model的話 你可能還可以在下一輪融資的話 把你前面的這個Share給賣掉的 所以它有很多的原因 但其實在代幣模式裡面很少會把 很少是能把早期的這個Sea賣掉 因為在代幣的這個融資階段 通常很快 就是Sea Private Strategy 搞不好你在一個月內就融完了 不像是傳統就是新創 你融了總子輪 可能你有六個月到一年的開發期 然後你再去輪這個Sea或Private 這樣子 然後呢 雖然它周期很快 而且在代幣模式裡面 你可能六到十二個月 或是三到六個月就上市了 就IPO了 不像是在傳統新創可能要五到十年 所以整個代幣的這個模式就很不一樣 代幣模式不只估值高 然後呢 釋放速度也快 但是呢 這其實也是有原因的 因為呢 它如果估值設不高的話 它還賣太多代幣出去 那代幣模式必須要有一定的這個代幣 留給這個代幣經濟的模型 才有辦法去鼓勵用戶去提供流動性 鼓勵用戶去做質押 鼓勵用戶在道上做治理 所以代幣模式一定要這樣 另外一點就是說呢 代幣跟股權不一樣 是說你不能持有太多代幣在身上 不然公司會有控制權 你要變成是可以符合去中心化的話 你就必須要釋放出代幣給市場上的用戶 所以大部分代幣的項目不會賣超過15到20%的代幣 好 這部分呢 我未來會再做更深的介紹 關於這篇YC的這個email 跟整個代幣模式的融資的部分 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Merry Circle 我今天最主要想講Merry Circle 就是說Merry Circle在過去 就是投了非常多的這個公司 最主要的都是鏈油跟這個元宇宙 而且我覺得他們其實真的是非常非常專業 在很多事情上面 讓我覺得他這個代幣經濟模型跟很多項目不一樣 而且呢他們最厲害的我覺得是他在做這個資金的管理 他跟很多項目不一樣 我認為九成的項目都沒有做透明化的這個資金管理 雖然他們是一個去中去化公司 像很多項目我們是看不到 基本我是看不到這種每個月發 那這個Merry Circle是每個月都有一個這個叫做 Treasure Report 那他們資金量也非常充足 這家公司呢 然後呢 光手上的錢呢 就有1億1500多萬美金的資產 那這裡面呢 在現金的部分呢 有3500萬美金 USDC佔3200萬美金 然後在製壓的部分呢 也是算是有部分也是現金 像AUSD 這是USD嗎 希望他們把這個拿出來 這邊的部分呢 是4500萬美金 然後再來另外一部分 他們有計算一下他手上的NFT 因為他們畢竟也是一個工會喔 所以他們有889萬美金喔 然後在項目代幣上面呢 這邊有2500萬美金 然後他有很多上面寫0喔 就是這些有些是還沒有發出來的代幣喔 這樣子 然後他把所有這些上面寫的這些資訊的地址呢 都把它放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我認為很多項目沒有做到的事情 而且為什麼這篇跟我剛才講的YC這篇文章這麼重要呢 因為YC這篇文章最後面要講的就是說呢 記得喔 就是當你在一個熊市裡面的時候 你基本上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你就可以贏到 你贏過你的競爭對手 因為呢你有錢 沒有錯 因為在熊市呢 很多公司是沒有辦法存活的 我有看到啊 有些項目呢 在牛市的時候 融了2000萬美金或是1000多萬美金 可以在幾個月內呢就把錢燒掉 因為在熊市的時候 大家都急著去 就是聘請員工 那急著去聘請新的工程師 那這時候呢 很多公司會開出 不是多兩成三成四成 有些公司會開到一倍設計兩倍的薪水喔 來去把它請過來喔 所以呢這些公司呢 燒錢燒得非常快喔 但是呢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很多的新創的 這個幣圈的公司呢 他們不願意公開 他的這個融資的狀況 跟他們的這個 這個消費的這個 習慣 還有他的這個 整體這個 財報 但是所以 所以我覺得 今天我想要講 Mari Circle 最主要就是 我認為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榜樣 應該要在整個幣圈裡面的項目做到 就是應該要勇於去把這個資訊提現出來 因為 如果今天你是要股票上市 你要IPO 你絕對是要把你的所有財報 你的投資的狀況 這些全部釋放出來 但感覺在幣圈裡面 大家就是常常躲躲常常 甚至於不知道 然後早期的種子人投資者 私募人投資者 他們的這個 投資者是誰 然後呢 釋放的速度 跟他們投了多少 所以這些資訊其實很重要 那當然 在區塊鏈裡面 大家喜歡有匿名 有一定的匿名度 那沒關係 你不用公開 每一個投資者是誰 但是呢 至少可以公開說 他們投了多少 跟這些代幣的去向 這些都可以放在DOOM上面 那我自己本身也有幫Mari Circle 做了一個DOOM Analytics 在他的這個代幣釋放的部分 跟他的這個 代幣的這個 走向 跟這個代幣的這個PyChart 還有他 他主要的就是一個Staking 那其實Mari Circle 他做的事情很簡單 他就是一個 他從原本的一個工會 做到很多的改革 而且這可以在他的治理的部分 可以看到 他們非常花時間在治理上面 這個東西就有點像 很多人去質疑 就說一個打進工會 到底做什麼事情 去管理這些打進的人 還是我要做一個 比這個事情更大的 我覺得Mari Circle做到這一點 Mari Circle呢 在Scholar上面 其實是輸給很多項目 他們並沒有非常多的Scholar 但是呢 他們在於這個管理資金上面 跟投資上面 跟管理他的NFT資產上面 絕對勝過於大多數的打進工會 那這其實就是項目很重要 學習的地方 不只在打進工會上面 就是懂得去轉方向去Pivot 當你發現Scholar這個模型 失敗後 你就必須要改變 為什麼呢 因為Scholar的這個打進模式 其實就有點像 早期DeFi的機槍池一樣 就是說呢 機槍池就是去一直挖提脈 所以導致後來呢 大家覺得這個做法是錯誤的 然後會讓很多項目 進入死亡螺旋 對 所以呢 後來有新的方式 像Convex 然後後來呢 WireN也改了他的方式喔 不把Curve賣掉 這樣也讓他們成為 一個共存共活的方式 對 那 在打進工會裡面呢 現在就是這樣 大部分打進工會 就是一直去玩這些遊戲 導致這些遊戲呢 一直要 用更新的方式 去把這些B的勝方速度給降低 不只讓遊戲體驗變差 然後呢 也讓很多遊戲的代幣 經濟模型 進入了一個死亡螺旋 所以呢 打進工會一定要進入一個改革 我們看到從YGG出現後 就出現了很多打進工會 變成一個很全線上 就有點像公鏈戰一樣 或是元宇宙戰爭一樣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打進工會出來 但是呢 打進工會其實做了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它其實就像是一個投資的DAO Investment DAO 但它並不是把所有投資的這個價值呢 直接轉移給代幣的持有者 因為那樣呢 可能會違反一些證券法 他們反而是呢 把這些所有賺到的資金呢 把它進去 把購買MC代幣回來 這是其中一種方式 另外一種方式呢 就是把很多的好處呢 給了他的MC代幣的持有者 包括像是NFT 有點像是今天你持有它 你就可以更快進入去玩一個遊戲 並不是呢 去這個遊戲裡面呢 把這遊戲挖到死 另外一點我覺得他們做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在他們的行銷上面 他們花很長的時間呢 就是在介紹他們所投資的遊戲呢 跟他們如何去孵化這些遊戲 然後呢 他們不只如此呢 他們把很多的這個遊戲的代幣的去向呢 很清楚的去把它呈現出來 讓大家知道說 他並沒有馬上把它拿去賣 但是這也不代表他不會去賣 另外一點就是呢 他在於跟他在遊戲的這個共鳴上面做得很好 這也讓他呢可以得到最新的一些遊戲 這不只讓Mare Circle可以最早進入這些遊戲的私募人 就是種子人或天使人 設置人員可以讓他們參與在這些遊戲的開發上面 從而得到更多的好處喔 那這作為一個DOWN的價值其實非常強的 那最後我覺得 要看的是他的這個Tweet 他在這個Tweet上面呢 寫他們在4月22號 講他們未來要做的一些事情 他們總分為四塊 第一塊呢就是投資 這也看到了他的很大的效益喔 我們看到他在投資上面呢 就是盈利是非常大的喔 就達到了好幾十倍喔 設置於百倍 那這個部分呢 不是馬上反映在用戶身上 因為他不是把這個幣給你 而是他是未來反映在MC的代幣價值上面 然後呢另外一部分呢 他是放在Studio Studio就是在於遊戲開發 遊戲廣告 跟整體的這個宣傳上面 可能未來他們要創作這個eSport的部分 就是呢電競上面喔 然後另外一個他做的Marketplace 一個專屬GameFi的Marketplace 我們看到OpenSea的設計上面 其實並不是非常對於GameFi友好 因為OpenSea專注於在藝術 專注於在PFP上面 那這個可以讓Mari Circle多一份收入喔 最後呢他在Mari Circle Gaming上面 這個其實就是包括他們剛講打精的部分喔 但打精的部分絕對會出現一些新的改革 我們不再會看到打精工會呢 只為了一直把一個遊戲挖到死 而是在裡面呢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不是一群就是好像勞工在那邊一直打 一直打一直打 應該要的現象呢 而是這些每一個玩家呢 變得很像是這個生態裡面的明星 他打特定的遊戲特別的強 這個我們在很多遊戲裡面都看過 如果你玩Apex Legends 如果你玩過League of Legends 如果你玩過像是這個 Fortnite這些遊戲上面的話 你覺得反正在這些特定遊戲裡面 打得特別強的玩家 他會變成一個明星效應 這明星效應也可以讓 旁邊把它Push來的公司呢 賺更多錢喔 對 好那這就是我今天想要討論到的部分喔 歡迎大家可以去看他們的Proposal 在Sustainable Future Vision上面 跟他們提了一個案子喔 就是說要把早期的投資者給換掉 這個我之後再多拍一集來講 因為他們這個暫時還沒有 還沒有一個定義上面 那這也是很希望社區可以來討論 就是說到底項目需不需要引水師員 去講說原本在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有得到的一個投資的支持 所以我是蠻反對他們這麼做的 這個部分 然後呢 另外就是來看這Early Stage Investment 他們的De-Risking Monday喔 其實我覺得Maritoco最大價值的部分 是他們在於治理上面 大家真的花很多時間喔 可以看得出來說真的是 很多高質量的投資者在裡面 那這很多是散戶 我常常講散戶真的要找高質量 不能只是說小散進來 也不是說小散不好 但很重要就是你需要能吸引到這些 他可能沒有參與你的私募人 當然他願意在市場上大量購買的 然後寫出值得去帶領市場風向的一個 一個這個治理的文案這樣子 好 那最後最後我是覺得 這裡面有很多東西是值得大家去學習的 不管你今天是在做項目 或是呢你是在參與項目的治理 或是你單純想要去寫關於這些項目的資訊 我未來想要做更多關於項目孵化 投資跟治理方面的這些視頻喔 因為呢其實在過去兩年我參與很多這些項目的這個 這個 治理跟設計上面喔 然後呢看到很多項目的觀念 那有些觀念是好的 有些觀念是不好的 很多觀念不好的在失敗後呢 他們可能就不回應不做 那這也是非常不好的一個現象 但是也是就是預料中的現象會出現在熊市裡面 那我認為在牛市呢 一樣千千百百萬萬的項目裡面 只會有少數的項目存活下來 這些項目呢將會是未來的成功的項目 所以很重要 這在一千年一八年都有看到了 所以很重要就是現在呢 花時間去在少數的這些項目上面了解他們為何成功 那Merry Circle呢它估值是非常高 但是它已經成功在一個起跑線上 為什麼呢 因為它身上有上千萬美金的現金喔 它可以撐到下一波的牛市 這就是它第一個成功的這個入場券喔 現在有多少的項目手上有這個入場券 讓他們能撐到那裡了 這就是很重要的一環了 好那最後我要提醒大家 加密物幣投資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我們明天見 拜拜